马华周佛州公共服务及投诉局副主任蔡建文 怀疑遭到新加坡大耳聋威胁 住家被迫哄期 甚至恐吓纵火 马华总会长纳德斯里魏嘉祥要求警方严正看待 必要时和邻国警方合作执法 势必要将不法之徒缉拿归案 魏嘉祥尽早在周佛八珠八峡出席活动后 抨袭歹徒猖狂 公然挑战法律 除了呼吁执法单位严惩不戴 还安抚怀疑因为帮助受到大耳聋威胁的民众 而惹祸上身的蔡建文 不要害怕 勇敢站出来 前天晚上蔡建文位于古来公主城的住家 遭人泼红期 并在现场留下恐吓治条 古来警察总部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开档调查 鉴定涉案者的身份 远景形势法典第四二七 蓄意破坏条文 调查案件 除了 除了 除了